剛剛宣佈過《新的慈禧優惠案》 他們說要對香港開心 那身為香港人你覺得開心嗎? 看他這份報告 香港人開不開心 不是取決他的報告 你不要自大都這麼緊要 香港人開不開心 我想是很關鍵是香港還是香港 其實這是很簡單的一個答案 如果香港還是有昔日的優勢、光彩 那些人自然會開心 但是如果你整個制度、整套行徑是倒行逆施的 就是所有東西是打倒吞的 沒有人會開心 就是你在一個城市上 大家是期望見到進步 不是見到退步 如果你看著很多東西都是跌的 經濟增長是跌的 長線是跌的 人口增長是長線是跌的 人是走的 錢是走的 股市是不升的 增長計是跌的 每樣東西都跌的 你這樣看著每樣都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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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 大家都老化了 很多增長的所謂階段都去到一個成熟的地步 很難再捱到很多東西 增長趨低是OK的 但是你看很多增長趨低的地方 譬如北歐、日本那些先進的體系 那些人不會不開心 因為他們在其他方面是有增長 所以其他方面未必是一些銀馬上 計算了數的那些 他們可能在一些環保的領域 文化、整體的生活質素那些是有提升的 但是你看香港不是的 就是在一些側化的那些位置 其實在很多文明、文化的角度看 其實都是倒退的 那你很多東西不是在提升的 就是你這個也是預料的 你跟一個落後的地方 新興市場接軌或者被它收回 那你被它收回的時候你一定是倒退的 這個是在97前都猜到的 那當初有些人不是很遠相信這件事情 也有些事情做了好像令大家 懷疑這件事情不會發生 但是其實結果都不是 結果都是會發生的 香港事實上都是被扯了下來 都是一個大倒退 那你這樣的大倒退的現象 就是令人走 就是走去哪裡呢?走去新加坡 新加坡你看到不是在倒退的 就是人均增長、人均GDP 全世界上升的那些事情一直上升 人望高處水向低流的 當然了 當你這裏倒退的時候 走得掉的就走 走不掉的就不開心 那你說香港很多東西 現在那個財政優勝 大家在那裡說 其中那個國安 國安的費用它都是 都不 都是隱藏住 那你怎麼看呢? 它隱藏住一回事 但是你這條大數都看到的了 是不是? 就是洗肺突然暴增 然後儲備暴跌 那當然你可以說 疫情也是洗了一筆的 但是我管得你洗在疫情 洗在國安洗在哪裡 其實這些都是一種利益的輸送 或者根本不是大家期望 或者認為需要洗在的地方那裡 是吧? 你洗這麼多錢在國安那裡 那到處警察說 我給錢你就是到處抓人 那你現在這條街上 有多少人要你抓呢? 說真的 你給錢你洗在疫情那裡 給錢你就是要 建一大堆荒倉醫院現在沒有人住的 給錢你買一大堆那些 因為疫情分資現在是拿去扔的 那這些全部都是你錢輸送去大陸的 買一大堆疫苗 不斷逼人打 那些人就不肯打 其實現在還有很多疫苗剩在那裡 都是拿去扔的 那你其實 那這些大堆的錢其實是浪費的 如果你的錢老實說 你政府不適用就派了它 派了它 大家都舒服一點 是吧? 起碼生活過得好一點 那 就是你不需要看它 它也講明不會告訴你 但是你猜到大概有多少 那你猜到有多少呢? 你減一減它就知道了 就是其實 其實每年那條數 那個洗費那個儲備都大概有個譜 你突然間凸了出來那一塊 其實就 一是用了在國安 一是用了在疫情那裡 其實這幾年它走不了 就是這兩個位的了 但是另一方面呢 你覺得蔡越道很勞觀 對未來那個經濟的增長 你怎麼看? 我想 就是連續縮了幾季呢 你說突然間 所謂重啟 然後有個大的反彈 這個是會的 那你應該會看到 有一兩季那個經濟增長是很高速的 就是大彈上去 但是這個是基數的效應 就是因為那個基數太低 這樣計算出來 但是那個基數效應 其實比進你都是四季 因為你過了這四季大反彈之後 其實就沒有了那個基數效應了 所以其實比進的四季 但是四季會不會都這麼高呢? 我就有些保留 因為你去到下半年 外圍應該都難免要大陸衰退 因為外圍衰退 其實都會拉扯回來 也要下來 還有就是初步觀察呢 他現在又說要開回來 理論上最受惠應該是那些人流的進出 就是跟這些相關的 比如說旅遊業、酒店那些 是會黃很多 或者收益會大很多 但是實際上看到的報道 還沒看到數字 但是看到的報道好像都不是 就是都是一個 最多是回復正常這樣的狀態 不至於有一個比正常更多的一個現象 那這個都合理的 就是你 譬如你這年疫情你沒有去過旅行 就是他大陸話一說就是報復式 我不知道為什麼報復式去旅行 譬如你一年的假期可能只有20日或者30日 那你去盡都是20、30日旅行 遲一份工作就去旅行行東 沒有理由 譬如說有三年不能出街吃東西 那你出街吃你只吃三餐 怎麼報復式呢 所以你這些東西不可能有一個很大的數字給了你 你最多就是回到正常化 正常化又是一句 因為你去年沒有的 這些東西都封死了 因為你跟封死了那時候比 那當然是高很多 按年比一定高的 但是這個都是短暫的基數現象 你之後其實慢慢都會減退 那你看到他用很多錢去搞這些提升英雄局的形象 搞一些大違宣 是不是越來越像大陸呢 是 但是沒有意思 通常這些是洗自己人腦去欺騙自己的子民 是不是 你對外說你欺騙誰 全世界都看著你在做什麼 所以你唱好你唱給自己聽是騙自己人可以的 你自己人都騙不了了 你香港的資訊這麼流通 大家都上網上了這麼多年 你騙自己人都騙不了 你騙外人是誰理你 就是浪費了一無謂的錢 那另一方面 這兩天都有一個生氣消息 大陸福布斯都公布香港的富豪排榜 李嘉誠就是那個繼續首富 大家都留意了他在這樣的形勢之下 身家還升了30億美金 你怎麼看呢 他們的錢其實很視乎你的資產放在哪區 放在哪裏 上了市的市值是多少 如果你大部分那些東西 譬如上市都是放在自己的市場 你看到很多大陸那些所謂首富那堆 其實身家都暴跌了 那第一是被人夾 拿回所有的錢出來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就算不是也好 你因為股價移動得很厲害 譬如插水這樣堆下去 其實也都是會直接認身家是縮水的 那你就算真是全球首富 那如果你本身那個業務比較分散 就像他那樣 所謂周圍都有 那會好一點 還有看看你的資產是哪個類別 如果那個類別不是過分集中在股票上市 那些位是多一點可能其他的項目 尤其是地產 如果你分散的話 地產周期就很少是到處一起倒 通常有些地方可能不點 其實有很多可能還可以的 那你有這樣的情況 就會令他計算出來的數穩定 那意思是說 你都是建議香港人 都是分散自己的投資嗎 不用我建議的 其實香港人早就懂得分散投資 我想你幾年前 都很多香港人開尾股 因為在香港 如果你買來買去都是港股 你都看到是不行的 很多年以來都不行 一直都表現不濟的了 只不過日子以來的人 其實是在港股和港樓 兩個市場之間轉來轉去 但是你其實早幾年開始 或者早兩年開始 那個樓市都開始不太行 那你這個股樓都不行 你整個香港都不行 那你怎麼辦 難道坐在那裡陪你搭巡船嗎 你在大陸的錢出不來 被他閘著就說而已 那你在這裡可以走的 走得的話當然要走 那所以很多 就是那些人一早是 已經分散了在外面 那當然你說現在都 還沒分散的 那可能遲了 因為外圍的市場都可能 差不多升到蚊 那麽可信 那時候回到蚊子 回到蚊子 well,看見… 感谢观看